2012年 蘇澳漁民自發道釣魚台捍衛主權 當時擔任總指揮的阿亮哥 談起這段過去依舊神采飛揚 但現在提到要出海去 再首席不過的出航 已經充滿不確定性 出海不只向賭博 還越賭越大 因為新政府聲稱跟日本友好 但漁民感受完全不是這樣 有關漁權爭議 新政府希望循序漸進的來談判 但擺在眼前的事實卻是 漁民出海受限越來越多 漁民不滿政府對外作為 實在是滿腹無奈 海域的問題讓漁民作業 等一位繞過沖織鳥礁 從一趟四十天圓入延長到七十天 拉長了工作時間跟風險 而對內蔡政府似乎也搞不定黨內 公開電論 幾度通撞也是號稱最會溝通政府 最大一塊鐵板 資方不滿 勞方氣急敗壞 勞資對立加深 就連自家立委最後也選邊站 我不知道 抱歉 因為我們家電影不廢掉 有意躲起來你當然找不到它 也就是說你如果說這個極致的安排 到十二天的話在這兩個月當中 它是不違法 搞不定自己人無法說服民眾 只有烽火蔓延 要一步一步從根本的結構 來解決這個國家的問題 他說起來對政策有關心 我覺得他對政策的內容 不是那麼熟悉 那旁邊都是他的親信 蔡總統夾得高期待度就任 一百天只是剛開始 但漁民快撐不下去 勞工不滿爆發不斷 另外失去在滅不了火 就只有反撲台山倒海